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一位是亚美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叶俊林 Kevin 你好 主持人好 东山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PYC地产公司的执行长 破阳 博胜兄你好 杰克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了 欢迎两位又来上我们的节目 今天请来两位经济界的专家跟我们聊聊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正在蔓延 那么很多城市很多州都采取了这个封闭的措施 令到很多企业关停了 那么民生肯定会出现问题 所以联邦政府推出了一次又一次的纾困措施 这些纾困措施让我们看到金钱的数额非常大 但是到底效果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看对一般民众的救助 现在很多民众还是没有收到联邦的纾困资金 那么Kevin 想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联邦的纾困资金 每个纳税人有1200美元 这个钱到底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收到 如果根据财政部在更新它的网站 很多人就一直急着说我的1220在哪里 基本上政府每个礼拜大概可以处理500万份 又是联邦吗 联邦美国政府 如果说它一个月处理2000万份的进度的话 它也预计说要用20周的时间把它全部发放完毕 也就是说可能有些人他的收入比较高 相对可能他的支票最晚最晚 也可能是在这个9月的时候会收到 所以说大家要这个不要太着急 放下心来 那他基本上很多的时间 他是把这个最需要的 拿到这些钱的人为优先处理的目标 但并不表示说您的支票还没有被处理 并不表示说你拿不到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误照 我们的东升电视观众当中 有很多是中小企业组 当然也有一些大企业组 那么但是中小企业组最近都反映了问题 他们现在因为无论联邦也好 还是州也好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我们的经济要逐步的恢复了 虽然疫情已经开始走下坡 但是还没有消失 那么关于中小企业如何恢复 联邦跟州都有不同的计划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些可能启动的比较早的企业的企业主 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他们想找员工回来上班 员工都会给一万个理由 跟他说他们现在不方便回来上班 比如说对疫情的恐惧 家里人需要照顾 但是其实这里面反映的问题 就是在联邦的救济计划之下 很多在申请失业救济的 普通美国的民众 他们现在申请得到的钱 比他们上班的钱还要多 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Kevin 因为其实我说联邦在纾困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会陷于 头头一头脚头一脚的现象 这是难免政府的急促的推出纾困 心里是想帮助大家来纾困 但基本上一下子把这些大菜都推出来 我们就说好像他原本只要四道菜 突然推出了八道菜在大家面前 大家就有机会在那边挑东减西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呢在政府说 希望用这个所谓的薪资保障计划 来纾困这些就业的机会 那也就是说业主呢 可以用这个政府给的 这个八个礼拜的这个薪水 来挽回员工上班 但是员工呢 相对比较这些失业救济金的时候呢 他会发现说 原来他最高一个礼拜 如果拿到1050块 一个月拿到4200 比他上班还要丰厚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找出很多的理由 拒绝回去 但是呢最近的这个所谓的SBA呢 也推出了新的这个方案 就是说如果雇主 用书面要求你上工 你拒绝的话 基本上呢 你的这个所谓的失业救济金的资格 可能会被取消 因为这是蛮新的一个通知啊 因为他也发现这个弊病 那这个州政府 每个各州的州政府 是如何因应 然后去了解说 是否有这个现象发生 而拒绝在开始 发这个所谓的失业救济金 这也是需要一些磨合 那因为基本上这个 我们所谓的CARS这个法案呢 就是让大家多了600块一个礼拜的这个收入呢 基本上大家是很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帮助的一个机会 但事实上呢 一下子推出这么多的纾困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钱呢 一下子是不是到应该到的这些地方去救到 真正要救助的人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有可能很多的钱没有效率的去分配 然后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的预算 到很多我们期待到的这个人的口袋 却不是到那些方向去 这蛮遗憾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多加油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在纾困方案过程当中 有很多去申请这个失业救济的民众 他们因为在特殊的政策之下 他们每个月拿到的救济金 比他们上班还要多 那么如果说拿到4600一个月的话 这在加州来说已经算一个中等收入了 那么如果所有的失业人都能拿到中等收入的话 那么谁还去上班呢 所以这个纾困的措施 我们特别要讲的是在国会通过的时候 共和党跟民主党曾经发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冲突 最终两党妥协推出了这个纾困的措施 但是我们说两党的这个矛盾在哪里呢 共和党认为我们应该首先救济企业 如果救济企业 那么就会保留了就业岗位 民众有就业机会的话 那么就会有固定的收入 这个整个经济的良性的循环就来了 但是民主党不这样看 民众说民众现在在这个疫情影响之下 很困苦 所以先把钱给民众手上 让民众有钱花不至于饿死 在民主党的眼里边 全美国的民众如果没有这个救济的话 就会饿死 在共和党的眼里边 如果民众没有就业机会就会饿死 这是两党的一个冲突 但是现在让我们看到 最终这个两党妥协的救济方案 却产生了一个副作用 就是民众不上班比上班拿的还多 令到企业主想重新恢复自己企业的运作 令到美国的经济重新复苏 好像基本上不可能 因为没人回来上班 那么在这个纾困方案当中 让我们看到 首先谁应该得到救济 是就业的岗位得到保障呢 还是民众不用上班 能够拿到钱 能够合理很好的生活 很轻松的生活重要呢 Paul 作为一个企业主 你也是在这个中小企业救助的名单当中 那么可能你不是个生产企业 你未必感受到那种 等着人回来上班 要重新开工的这种压力 那么从这个企业主的角度 你怎么看联邦这次救济 到底成功的还是有漏洞 这次疫情真的是来得又快又急 直到今天为止 5月5号 我们知道美国的确诊人数 已经达到120几万 然后死亡人数达到了7万多人 光是在加州 确诊人数5万6 然后已经死亡的有2200人 所以这个疫情是来得又快又急 当然政府的纾困案 也就是像为了扑灭野火一样 然后有一系列的 我们知道说现在的纾困 已经来到的从Phase 1第一波的8.3个Billion 最主要是拿来研究疫苗 然后第二波192个Billion 拿来对这些一线的医疗人员 然后第三波我们都知道 2.2个Tillion 再加上3.5的484个Billion 总共累积下来 当然我们都希望说 能够钱用在导口上 可是我们光去看这些法案 300多页每一个法案里面的内容相当复杂 你说虽然有超约的共识 需要把这些钱弄出来 把这些钱尽快的拨出来 就救急 可是能不能真的照待火口上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讲到这些纾困 我们又称它做stimulus 就是刺激经济 不外乎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解决这些 很困难的情况之下能够救急 另外一个就是说希望能够在经济重启的时候 它有消费 它有保护到中小企业 能够让这些中小企业能够赶快复工 因为中小企业在美国的就业人数来讲 是占了49%左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雨露均沾没有办法 就像你在森林救野火一样 你整个飞机下来要扑灭野火 有些地方需要灭 有些地方不需要灭难免会有一些不需要一些救灾的地方 可能它拿到一些救灾的金钱 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大企业都把它退回来 至于说在整个它接下来的效果来讲的话还有待评估 因为现在我们在讲的第四波的纾困已经要下来了 第三波3.5波的纾困我们有些还没有看到效果 好比说150个Billion在第484个Billion 在第3.5波里面 有150个Billion其实是在帮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 民主党在第四波它认为更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救这些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可是在共和党就采取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说你第3.5波的效应还没看到 为什么第4波又要在州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要投入更大的资金 所以这个其实是现在有争议的地方 我们讲到这个纾困的方案 正如刚刚Paul你提到的 救济金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给普通的美国民众 另外一部分其实拿来保中小企业 希望中小企业能够进行下去 我想电视机前可能有一些观众 他本身是中小企业主 比如说服务行业的餐馆 或者是美甲店 或者是开其他的服务行业的这些店 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困境是没有生意的情况下 但是继续还要交付这个租金 还要交税 那么怎么样让这些企业能够维持下去 能够等到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重新开放的一天 这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次救济过程当中 有很多庞大的企业先拿到了所谓的救济款 比如说大家都很熟知的这个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拿到了将近一千万的所谓的联邦的救助款 开始哈佛大学的发言人是这样回应媒体 他说这笔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个救济款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这笔钱是在救济款里面拨出来的 只不过它不叫救济款 它是另外一个名堂而已 但是不管什么名堂都在那2.2万亿里面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次2.2万亿这个纾困方案这个法案 大家应该知道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条文 它里面规定了川普家的企业不可以得到一分钱的救助 这个合不合适呢 合不合理呢 我觉得是合理的 因为川普集团是一个大企业 大企业抗打击能力比较强 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之下 是不是所有跟川普集团一样的大企业都不应该得到救助呢 但是恰恰我们看到是有很多大企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哈佛大学 甚至我们加州的这个胡人球队 都拿到了所谓的救济款 那么这个所谓的纾困资金 到底是拿来保中小企业的就业 还是拿来给大企业的呢 为什么这些大企业没有申请都可以拿到 比如说哈佛大学 他开始说这个不是纾困款 后来他们发现是之后 他们回答说我们都没申请 谁知道为什么会到我们这里来了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联邦政府通过的很多一些利益倾斜的法案 大企业会自动得到 他们应不应该得到呢 会计师怎么看 这个问题非常的具挑战性 基本上呢 财政部当初在做这个预算的时候呢 可能也没有想到说 一堆的申请者包含这么多的上市公司 根据我们现在目前的统计 有申请这个PPP 也就是说薪资这个保障计划里面的 这个上市公司大概有319家 那经过大家舆情花篮 然后呢这个社会的压力 再加上政府点名 就希望说这些大企业 他其实有更多的 这个拿到资金的这个管道 不应该与民争利 也就是说跟所谓的小型企业来互相 争夺这个政府所给的纾困的资源 那目前为止呢 可能至少有29家已经表达 而且已经把这个钱退还 但是呢很多这个所谓的上市公司啦 或者是所谓的投资 Hedge Fund这些 基本上他们认为说 当初他们并没有违法 那大型的公司呢 在这个政府的这个顺序上处理 我觉得其实发这个钱呢 我们到底是在救急 还是救穷 那这个状况下呢 好像呢真正的穷的 反而也就到了 就刚才跟Paul有讲 这个纾困一下去呢 很多呢 没有想到的这个状况 都一个一个浮现这个问题 那我是认为这个纾困 其实呢是应该 要一步一步来 很多的企业在跟我讲 其实最困难的 不只是只有说这些员工 因为他们有这个高额的 这个所谓的 刚才提到的 这所谓的失业救济金 让他们叫不回来以外 他们真正的考验是说 因为这个八个礼拜 一直到六月底 这一段期间纾困完之后 他们真正的考验是 那六月底以后怎么办 这个企业真正的考验 就是这时候 那还有这个钱呢 你包含一些 non-essential business 也发也希望他把钱花掉 essential business也发 也同样一个规定 我觉得其实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应该是照产业别 照大小别 无间的去发放这束困资金 针对把这个钱 发在这个有用的这个点上 跟时间点上 这样才能够达到这个所谓的 真正的经济效益 结果呢 现在发下来就变成是 朝令夕改 规定这个也不能拿 那个也不能拿 所以这些企业 其实上市公司 他们有些 他们说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market cap 也就是说他们资本额 也不是那么大 那他们也很难有其他管道 拿到这笔钱 政府这笔钱对他来讲 保留一些高这个技术层面的一些员工 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说众说纷纭 你说是或不是 但是我觉得 当然你说这个财政部长 基本上他出生也是在所谓 我叫做金二代 就是精英的第二代 他父亲也是这个Goldman Sachs的合伙人 这个我们的这个 现在财政部长 他也是曾经合伙人 所以说在华盛顿这个DC里面 是不是有所谓的华盛顿沼泽 就是说这些企业 是不是拿到真实的这些经济利益 这个无得而知 但是事实上大型企业 是不是在这一波与民争利 那也我们要好好去值得 去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纾困的缓急轻重 让这件事情很多人都觉得不公平 在现在的纾困措施之下 我们看到因为两党的斗争 这个斗争需要妥协的话 就需要大家互相让步 但是这个让步 客观上造成了很多漏洞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一般的民众拿到的 所谓的失业救济金 居然比他们的正常工作的薪水 还要高 那么这就造成了企业 要早上回来开工没有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 对中小企业的纾困 居然利益被大企业拿走了 我们刚刚讲的只是 一些上市公司 其实还有一些中大型企业 他们抗打击能力 比较强的情况下 他们首先拿到了这个纾困资金 反而是一些中小企业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 这个小餐馆 或者一些小公司 这些公司拿不到纾困资金的话 那么就刚刚叶快就讲的 如果是八个礼拜之后 六月份美国经济 真是要复苏的话 这些中小企业如何重生 那么现在很快 据说新的这个纾困方案 又要出来了 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 又因为这个事情 发生了很多冲突 民主党人说 现在一些蓝色的州 就是民主党籍的州长的州 应该率先得到这个救助 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葛莫 他就说纽约州应该得到 优先的救助 纽约州为什么要得到 优先的救助呢 在葛莫看来 我们是蓝州 所以我们应该优先救助 而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 更加有意思 他说光是一个纽约市 联邦应该给多少钱 他纾困呢 2500亿 一个纽约市为什么2500亿呢 白思豪说 虽然在这个第一期的纾困当中 我们拿到了这个钱 那个钱还是不够 我们纽约市的市议员需要救济 纽约市的市议员 还有医护人员需要救济 居然就要2500亿 那么我们可以推算一下 如果一个纽约市需要2500亿 全美国各个城市各个州 需要多少钱呢 所以现在关于这个 下一期的纾困资金 怎么使用 民主党跟共和党 发生了非常大的这个冲突 鲍尔 怎么看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 在下一轮纾困资金方面 到底谁讲的有道理 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说 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也好 一个普通的公民 对于这个纾困案 应该要什么样子的 有什么原则的掌握 我觉得最主要的 因为当然这个 两个多的trading 在接下来几个trading 这几个救急 又快救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作为一个小老百姓 我们能够做的 我觉得要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说不去伪造一些 你该缴交的一些文件 如果说他报税的记录需要缴交 我们不去做一些 就是说你在你的guide line 允许的情况之下 你该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如果你今天这个员工 真的是没有上班 然后你就来申请这些失业补助 如果你真的还让他上班的情况之下 举个例子来说 你还是跟他讲好说 这个就是违法的事情 所以特别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 我们这些违法的事情 在这里也是说要再提醒一下 这个千万不能做 因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到时候如果来audit的话 都有可能会被发现出来 一个总统他要做的事情 国防 经济 政治外交 移民等等政策 所以他在这个纾困案的时候 也面对着说每个州国内的经济 国外的贸易有面面的考量 我们常常说现在是疫情当头 为什么你不全部听Debra Burks 或者是Falci给你全部的意见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美国总统 他们只能从疫情来看到 这次的危机怎么处理 可是作为一个总统 他必须要面面俱到 包括接下来年底的选举 包括州和联邦之间的整个平衡 第四波的 现在我们也知道说 在5月4号参议院已经回到 参议院上班了 因为我们的多数党的领袖 他说我们是essential worker 当然现在众议员Nancy Pelosi 他说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医疗小组的建议之下 我们还不能够回去上班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共和党认为说 我们应该回去上班了 民主党说等一下 因为现在疫情还没有过 那总统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现在当然大家如果说 当然我们要知道说 这些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美国现在已经有 25个trillion的deficit 已经有赤字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一直要在 印钞票的情况之下 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总统来讲就是说 你们这些蓝色的州 全部都要都较穷 全部都要钱 对 可是我为什么要把这些钱 去救助你那些跟疫情没有关系的 一些你的财务的危机 这个就是值得探讨 所以接下来的第四波 我们有看到很明显的政治角力 总统他要把他为了要使经济再复苏 他必须要解决移民的问题 不想让这些非法的移民 人进来使用我们的福利 这个都是社会长期以来的一些困扰 他要解决这些税法的改革 我们说这么多的纾困案 为什么大家都无所适从 你想想 一个税法改革就可以炒翻天了 这么大的预算之下 这么大的大笔的纾困的金额之下 当然这个整个申请整个过程 当然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他又想从税法改革来 来做一个切入点 然后当然就是说 比较具有争议的就是说 民主党想把这些一些钱 放在选举的年底的选举上面 要确保说年底的通讯投票 能够确保 所以这个里面有看到 很明显的政治角力 还有其他的因素 在第四波的未来 我们是值得观察的 新的这个纾困法案 现在在国会还没有提出来讨论 我们相信讨论下去 肯定会有很多矛盾 比如说刚刚Paul你提到的 纾困法案当中 民主党现在居然建议 要包含一笔钱 这笔钱是用于美国总统大选的 我们知道今年2020年 是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想把这笔钱怎么用呢 民主党建议说 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大家因为疫情的问题 不要出来投票了 不如我们改通信投票 我们知道通信投票在美国 无论是联邦还是地方的选举当中 并不是一个主流的投票方式 那么它只是给一些 行动不变的人 或者人不在当地的人 反正有特殊情况的人 可以用通信投票 但是通信投票的可信度 这里边本身是有很大的怀疑的 过去在地方选举当中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很多通信投票的来源不清楚 或者有没有重新计票不清楚 毕竟这个票不是当着票站工作人员 投到票箱里面去的 在统计的时候有很多漏洞 但是正是这个有很多漏洞的投票方式 民主党却十分喜欢 希望今年借这个选举的借口 让美国人民以前习惯的 到票站投票的这种方式 改为所有的州都进行通讯投票 那么问题是这个通讯投票 跟纾困方案当中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想总统选举是在今年的11月份 如果到11月份 美国的经济还没有重新启动 普通的民众还不能正常的上班上学 出来参加社会活动的话 那么到时候恐怕美国经济早就崩溃了 如果美国的经济在11月份之前已经启动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到票站投票呢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在这么紧张的纾困资金当中 还要画一笔钱出来 这笔钱可不是一两百万 一两千万这么多 他讲的是过亿的一个数目 用于所谓改进投票方式进行通讯投票呢 所以我们看到新的一个这个纾困方案当中 有很多很多争论的地方 比如说是不是民主党籍的州长 应该得到优先的救治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通讯投票的钱 也放到这里边来 那么再有一个 怎么样让中小企业能够得到真正的救助 让美国的经济复苏能够更加快一点 刚才我们都提到了 其实现在在美国总体的就业人口 将近50%都是依附于这个中小企业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新的纾困方案 会计师怎么看 他未来会真正刺激美国的经济复苏吗 如果说以这个疏控方案 我们是要救经济为主呢 我们就要去考虑说 这个里面的政治的考量 尽量大家还是要收敛一点 毕竟来讲疫情优先 我认为所有的钱还是疫情优先 因为所有的疫情 你如果没有把这个钱花在这真正的刀口上面 这个救经济都是空谈 那当然说我们救经济呢 其实是希望在这个疫情 能够被控制下来 这个所谓的疫苗能够发挥 他这个研究的进度 然后呢能够广泛的去防堵 这个所谓的疫情的这个增加的死亡率 或甚至这个感染率 在这些的前提之下 这些钱我觉得应该是 往这个方向为优先为考量 救经济是因为希望大家持续这个所谓的 这个能够存活的力量 到那一天能够这个经济reopen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巨大的这个V型的反弹 也许是个空谈 但至少我们渴望U型的反弹 可以说减缓这个严重的这个失业率的人潮 因为企业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辉煌的经济呢 是不是回得来 但是我们这个钱呢有先后次序 那第二件事情 我在想说所有的钱 我们还在考虑第二个问题 就是所谓的正义性 因为很多的纾困 大家都发现说很多人都喊不公平 如果一个公平的纾困案要到每个人都满意 说我所有的这个payment都要被cover 我所有的想到困难政府都要帮我解决 我觉得这其实是有点为难政府啦 那但是呢如果能够做到80% 大家都能够维持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或者是纾困的一个道理存在的话 我相信这个正义是被伸张的 那当然我们还要注意 大家很愤愤不平的是说 是不是包含我们讲最简单 这个PPP这个是不是比较大型的公司 它的关系比较好 那小老百姓它跟银行之间的互动 没有那么有这个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纾困的这个资源 是不是有所谓的排挤这个效用 就是说把真正的需要的人 反而是落在这个队伍后面去 然后呢我们其实不是要救那些 级的人呢反而他排在这个队伍的前端 这都是要考虑说纾困款的所有的方向 那反过头来如果做第四波的时候 关于这个每个州 每个州都有他特殊的州的需求 所以说我们在拨这笔钱的时候 不能让每一个州都很高兴说 我这个钱用到这个 我的州是最多的 但是有没有救到你这个州 最需要的那个关口 我觉得联邦政府要扮演这个领头羊的角色 是针对每一个州 它所最需要的那一份资源 给他有一个优先的保留 那我觉得参众议员也要考虑这个点 避免说我们这个排挤效用 把所有真正该做的事情 反而拉在后头 大家所争论的都是一些政治上的口水 政治上的算计 而真正让美国没办法在 reopen的那一天的时候 能够做一个快速的反弹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其实说到这个联邦的救济方案 索困方案 最终还是要让美国的经济重新复苏 经济不复苏 如果美国不能够保持世界头号经济强固的话 生活在美国的每一个人 都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新的苏坤方案 在国会连讨论的这个时间表 还没有安排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肯定会相信 如何救济企业 如何让企业在这个疫情之中重新复苏 这依然会成为两党的斗争 这个斗争也牵涉到今天的总统选举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分享 有关救济这个话题这么多的好的经验 那么接下来我们相信 这个政府的救济方案 政府的救济行为还会继续 我们今后还会醒来 我们继续跟我们聊聊 在疫情之后 我们的经济到底什么时候复苏 我们的民生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恢复到原状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 谢谢Kevin 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东森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们 Paul 谢谢你 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 谢谢杰克 谢谢各位观众 批判十四 解读新闻 我是张修杰 下个礼拜特长时间我们再见